英寶球壇盛事,曼聯隊阿仙奴,星期日晚12點半,現場衛星轉播 港澳辦說中英武協議會影響香港的經濟 我真良說,中國一定參加96年的奧運 香港推行一種新的骨髓研值方法 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官員說 中英政制會談進展緩慢 是英方仍然堅持彭定康的方案 若果不達成協議的話,英方是要負責 而這位官員也說 若果英方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不合作 香港的經濟很難不受影響 不過中國是有能力在97年之後,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李偉亮報導 港澳辦一位發言人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說 在中英第十二輪會談前夕,彭定康公開說如果沒有協議 政改方案會提交立法局 港澳辦發言人說,彭定康這番講話說明他是不想在三符合的基礎上 為94、95年選舉達成協議 發言人說,現在會談進展緩慢是因為英方仍然堅持三違反的彭督方案 如果談判沒有協議,責任是助於英方 當中新社記者問到,如果政制談判破裂,對香港經濟有無影響 發言人說,中方是希望在政制和經濟上都可以平穩過度 如果英方這兩方面都不合作,香港的經濟很難說沒有影響 不過,中方在97年之後,是有能力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至於新機場問題,發言人說,港英的財務安排和機場諒解備忘錄都是不符合 如果英方不認真執行備忘錄,影響新機場建設的責任不在中方 無線電視記者,李偉亮報導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 今早離開北京之前說,今次會議沒有結果,是中方的問題 而英國駐華大使麥玉斌就說,會議雖然是沒有結果 但是對未來新一輪的政制會談應該是沒有影響 羅玉萍在北京報導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成員早離開北京回香港 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說,軍事用地的問題上 中英雙方都應該有更多彈性 至於剛結束的聯絡小組會議,進展緩慢 高德年就認為是中方的問題 而成員之一C組長就應用,對聯絡小組會議結果 感到最失望的應該是香港人 他又說這一輪的聯合聯絡小組會議很重要 因為是在兩國外長會面之前的聯絡小組會議 需要向外長報告進展 另外英國駐華大使麥玉斌就說,下星期舉行的選舉安排談判很重要 因為時間也是在兩國外長會面之前 麥玉斌說,他對下一輪的選舉安排談判抱 沒有專業樂觀的態度 他又否認,下次選舉安排談判失敗的話 以後就不會再有談判 無線電視記者羅玉平在北京報導 而高德年下午回到香港的時候說 中英兩國外長稍後在紐約會晤 相信是會討論聯絡小組一些未解決到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成果就很難估計 李偉良報導 高德年說,今次聯絡小組進展緩慢 英方以後會繼續向中方解釋 不少技術性的事務是急需解決 他又說,兩國外長稍後在紐約見面的時候 應該也會談到今次進展不大的聯絡小組會議 他說,中方在會議上面不同意批出九號貨櫃碼頭的專營權 但也都沒有向英方指出問題在哪一處 對這些未解決的問題 他都說,很難估計兩國外長會面的時候可不可以解決 無線電視記者李偉良報導 港府公佈聯合集團的調查報告 顯示受調查的公司曾經是涉及不當的行為 以及損害小股東的利益 財政司說,已經將報告交給執法和監管的機關 財經記者新惠嬌報道 在長達接近700頁的報告中 調查員集中研究聯合集團內的新股發行 股票交易和集團間的資金籌組 並且匯報發現集團在90年 透過一間在海外註冊的聯營銀行 蓄意迴避本港上市規例 進行大規模融資交易 同時透過銀行機制 令獲得聯合集團配售新股人士 不用付新股費用 而這些人士包括集團主席和董事 損害小股東的利益 財政司麥高樂說,嚴重關注報告揭露的商業及公司行為標準 並且已經提交執法和監管機關研究 他促請涉及調查的20家公司董事 採取適當行動 麥高樂說,這次調查顯示政府有決心揭露金融市場中任何明顯的不當行為背後的真相 以維持市場的健全 提高投資者的信心和保障 不過聯合集團今天召開記者會 質疑港府用整年的時間和4,600萬來調查他們 對他們造成不良影響 而集團會盡力向股東交代 這個我們已經很清楚解釋 一年前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在過去三天 商業罪案調查科的300名探員 大舉搜查與聯合集團有關的百多間公司 以及拿了大批文件 調查行動仍然在進行 無線事記者身為嬌報道 黃銀佩,中國今天明確表示了 就算北京拿不到東元2000年的奧運主辦權 都不會背格96年的亞特蘭奧運 是呀,中國委會主席何真良就說 香港的委會作出承諾表示 是會派對參加亞特蘭大奧運的 中國委會主席何真良在摩納波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 中國會派對參加明年東元奧運 以及96年亞特蘭大奧運 對於北京新辦2000年奧運常務副主席張白發 接受電視台訪問說 假如北京新辦2000年奧運失敗 中國考慮對美國該預作出報奉 背格亞特蘭大奧運的 何真良雖雖雖雖這番話經過傳譯以後重引述 新華社也引述張白發在摩納哥的聲明說 西方電信的報道跟他接受澳洲不續電視台的網友出入 他說曾經找美國朋友去提杯葛奧運的建議 他重申了中國支持奧林坡發展立場 張白發也強調那次訪問是過立場的 另外 京新辦城市代表團體達科立國之下 議團長李清富總理拜會國際奧委會主席 什麽蘭奇 什麽蘭奇說 國際奧委會對20000年奧運的主辦城市會作出一個好的選擇 來 國際奧委會一與巴勒斯坦臨廉會直為巴勒斯坦玩奧運 國際奧委會說 巴勒斯坦已經成為國際奧委會臨時會員 幹掌加拉雅說 他不知巴勒斯坦可不可以在明年2月參加挪威冬季奧運 但他希望在96年阿達蘭特運可以看到巴勒斯坦的運動員出席 自從巴勒斯坦游擊隊在特爾年布尼克奧運 在奧運村持以色列的運動員 後來殺死10個運動員和一個警察之後 巴勒斯坦是被禁止參加奧運的 到前一天 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簽署協議 巴勒斯坦重返奧運有了希望的 後面的新聞 中國外交部拒絕證實或者否認是計劃進行首次記下核試 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個個都知道中國對核試一向都是採取非常克制的態度 而美國總統克林頓較多時則呼籲中國放棄核試計劃 以為文革 哈林頓在白宮和意大利總理前期會面的時候 提到有報道指中國正常來緊進行地下核試的問題 哈林頓促請中國沒有試爆而應該繼續專注發展經濟 I'm still very hopeful that the Chinese not do that And I have asked other nations tha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want to also encourage them not to do it Yes but I am not dit ません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not dit 哇哇哇哇哇哇哇